记者李立法屏东报道,下信街头一人在屏东夜市表演乌克莉莉,好不容易挣的87元赏金,却被游手好险的洪姓男子趁机抢走,下男为拿回赏金一度与洪南扭打,洪南挣脱跑进车站列车厢躲藏,警方及时将他逮捕,追回赏金,洪南被一强躲罪,重判八个月徒刑可上诉。 58岁的下信街头一人今年6月2日晚上8点多,在屏东市民族路夜市表演鸟克莉莉,40岁的洪姓男子趁着下男不注意时抢走赏金盆内的87元,下男发现后立刻追赶,两人在路口一家超伤前发生扭打,洪南身上零钱掉满地,下男为捡回辛苦,正得的赏金,眼睁睁看着洪南逃离, 一现场下男沿路10回70元,鸣声派出所远警惧报道场,得知抢前往屏东火车站方向逃跑,随即追进车站,洪贤躲进停靠在月台准备发车的自强号车厢内, 以为摆脱下男纠缠可以松口气,却被及时赶到的警察逮个正着,并起初身上17元赃款,把钱交还给下信街头一人,依抢夺罪将窃盗前颗累累的洪南送遍。 屏东地院法官认为洪南抢夺金额虽不高,却属累贩判处八个月徒刑。